嗨,我的名字是菲菲,我要读的故事是红鸡妈妈。 星期天,大家在田边上玩,他们看见地上有一堆种子。 红鸡妈妈说,这是稻米,我们来把它种在田里。 大家就有饭吃了。 大白鹅说,不,我和小花猫要去玩。 小花猫和大白鹅天天玩。 红鸡妈妈和小鸡天天在田里努力工作。 过了四个月,他们收钱了十多道米。 红鸡妈妈煮了一大锅。 小花猫说,我们的肚子也饿了,可以坐下来吃吗? 红鸡妈妈说,可是你们没有来帮忙。 怎么好意思来吃呢? 大恩,谢谢大家。